千万别惹瞎子 尤其是那种话不多的瞎子 因为他们不仅对敌人狠 对自己更狠 哪怕你是蓬莱的天仙 也能一刀砍掉你的狗头 让你瞬间灰飞烟灭 可对于朋友 虾哥绝对是仗义的 他总会护在你的身前 独自抵挡着牡丹 并借助地形调整后 直接跳跃向前 对着牡丹就是一刀砍下 但牡丹的大手过于坚毅 他不仅未能砍断 还被花朵进行了反向包围 虾哥只好转弓为首 可牡丹却聚气而来 用大范围的空气泡不断砸下 瞬间将地面化为废墟 但虾哥不退反净 直接扔刀刺中牡丹 接着便急速近身 一脚将其踢倒在地 可牡丹不仅毫发无伤 还发出了极其轻蔑的嘲笑 原来他通过战斗中的擦伤 已经让虾哥逐渐花花 眼看身上的花朵不断绽放 虾哥果断出手 对着自己就是五刀连斩 拼着遍体鳞伤 也要保持自我 这一幕看得左切担心不已 当即准备上前帮忙 可紫毛却拦下了他 因为紫毛早就发现 牡丹的花朵有毒 所以主动舔上了左切 他要用自己的粘液 为左切制作一层防毒薄膜 因此左切制定了诱饵计划 由他负责在前方阳攻 给虾哥创造进场机会 可牡丹也没有闲着 直接将气泡转化成了激光 不料虾哥仍旧游刃有余 一个劲地冲向牡丹 而左切也用刀插住了牡丹的手 助力虾哥跳上了牡丹被捕 虾哥急忙调动全身之气 全部汇聚到刀身 可就在他准备劈开丹田之际 却发现丹田并不是气质源头 一时有些举气不定 幸好研究植物多年的同伴感到 及时提醒胚猪才是源头 虾哥这才果断出手 对着胚猪就是一刀斩下 里面竟是无数的牡丹头颅 而随着虾哥的聚气攻击 牡丹果然失去了重生之力 逐渐在花瓣的凋零中 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虾哥就此成为了杀死天仙的第一人 但庞莱城的恐怖之旅却仍未结束